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来过这里这么多次 也有很多业主买了这里 整个花园都没均匀 今天就用镜头第一人清视觉 跟大家去看看 究竟你住的未来家是怎样 我们现在在五栋和六栋的楼下 五栋六栋楼下 这里就是最近的售楼部 也是其中一个入户大堂 另外一个入户大堂是13度 稍后我们会经过 我们看看 有些人已经入住了 很多观众就问 扔垃圾平时是怎样扔呢 内地这边很有趣 基本上每一栋楼下 都会有这个 专门收垃圾的地方 对了 接着呢 那里就是监控房 那里有一个监控重地 那这里你进来 入户大堂 一定会有信箱 但我想说内地 基本上是不准信的 有准快递 或者很多东西都是电子化 那这边 回家 就会有这个人人识别 又或者是房客过来 就按回房号 就叫上面 页住开门给他 那如果万一 我真的忘记带锁匙 那怎么办呢 又或者是 要进去怎么办呢 按这个人仔 那就可以直接 博通到管理署那里 由管理署的人 去收听这个电话 又或者这里可以 按密码进去 那每一栋 入户大堂都不一样 这里是五座的入户大堂 好 我们看看消防设备 那些消防后在这里 走过后面 就有那些 电标之类的设备 五座 忘记是这里 在这里 那里 其实每座下面 都会有这些设备 锁起了 那些电标 到时候人们抄电标 看电费的那些 就在这里去背了 好 那我们看看其他栋数 基本上每一栋 设置都是这样的 那小区下面 都会有一些跑步 很厉害的 一会就会看到的 那这些地方 它很有趣 铺了木纹砖在这里 那有时候自己 买个网回来 打下羽毛球 都可以的 那这里就是一栋下面 最边位 这些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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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住宅地 但是暂时没有人躲 所以暂时没有遮挡 暂时都没有遮挡 我们走回去其他栋数看看 这里就是一二栋下面的 电标 锁起来的 那些人正常都可以进去 看起来的 那些栋都挺帅的 那我又觉得是比较好的地方 那现在有一些屋院 新入伙的那些 其实很多都是柱棉 那些 你可见到 这些栋很大的 还有这边 右手边这棵 都是大的栋 那它们是真的一棵大栋 运回来造的 那就不用等樹慢慢長大 因為樹大棵比較帥氣 這裡是中間的小朋友玩的陽光草坪 這是游泳池跟衣室 旁邊就是泳池 今年就不會開了 今年明年才會開 因為才剛入火 這邊其實有很多果樹 我以前那一陣子有紮蓮霧 然後這樣進去 那邊就是別墅區 中間那一棟是12棟 以前的板房就是這一棟 我們走12棟這邊 我喜歡小區內的內圓空間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因為我有養草物 可以多些空間讓牠們走動活動一下 還有我不是很喜歡外出小區外面 因為我通常都是去商場 要不就躲在家裡 平時買東西 我基本上都是網購的 因為我很少很少出街買東西 因為我真的很難和很想下樓 除了拿筷帝之外 現在那些筷帝 我自己住的小區 就是萬科的物業 它物業費比較貴 但幸好它會請退休老人 幫忙派筷帝 派到家門口 但是這個招商的小區物業 有沒有我就真的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這些做服務的東西 其實只要業主提應該都會有 只不過是和你的物業費在這裡計算錢 這些是題外話 看看這些 那些綠化真的做得很漂亮 這個地方依山磅水 鏡頭亂一零過去 對 這邊 小區都是看到群衫環繞的一個地方 好了 別墅區 先說一些保安問題 它這裏將來應該會有一個門口 應該還沒弄完 在這裏 洗完 然後你走到小區的每一個角落 都會有這些搜尋 所以也會有觀眾問保安方面是怎樣 放心 這些是天眼 他們都走不走 說起保安這件事 你不發覺現在罪犯很少都會逃回中國大陸嗎 好像張學又來開場演唱會 捉了幾個逃犯 就是因為天眼自己自動識別了 放心 保安問題 治安問題 很值得信賴 沒什麼事 你看這些別墅 真的都弄得挺漂亮 這些別墅 它沒有地下室 它也只是自帶一個車位 這裡 每個別墅 進來會有一個車位 如果你真的想弄多一個車位 就要犧牲這些花園的空間 會有些大型植物 和路隔開 我覺得別墅的外面是挺漂亮的 很特別 在新區裡面的設計 它就是這種 其實有點像蛇口那邊的感覺 蛇口他們招商這盤 別墅都很有特色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別墅產品的設計很不錯 但是有一點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就覺得它沒有地下室 所以震送現跡就比較小 華僑城那邊有些地下室很大 不過既然大 他們的裝修法就貴了 因為它始終送的下面送兩層給你 是很巨型的地下室 就要看你自己的需要 這些東西的裝修當然便宜一點 你沒有送地下室的 好 那就 現在我們這樣繞一繞 繞到我們經常買的15棟的樓下 就是整個小區的綠花 很闊落 我很喜歡小區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都是他們的辦公室 樓下這些 好 看看外面這裡 冷氣位其實是放在邊邊的 窗台下面不是冷氣位 動得都動 十三十四棟中間 這裡也有一塊很大的吉地 下面鋪了這些 垃圾這些其實是消防車通道 保障小區的安全 財產生命安全 小區這邊進來 已經可以看到一個十二公園 這裡已經是 看到一些電網 就是防止外面的人爬進來 好 這裡有一個電箱通電 其實這個小區 我覺得有點像千燈湖的感覺 因為佛山的千燈湖 都是中間有個大型的湖 還有很多綠花 旁邊都是一些寫字樓 還有住宅為主 其實看回我們整個小型新區 都是類似這樣的結構 因為其實一套成功的模式 其他城市就會效仿 而且廣佛兆是一個生活圈 所以你會發現廣佛兆這三個城市 新區的建設是很有相同的地方 這個地方很旺中大靜 這裡首先前面有一個濕地公園 不用說了 旁邊又是蓋萊登酒店 還有這個觀光塔 也有些人說 而且我住這裡 都不會天天用到這些東西 你是不會天天用到 就算商場在我家旁邊 我也不一定會天天去 但是這些配套就是給你 這個五星級酒店選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明這是一個有價值的地段 其實我們買樓都是說什麼 location、location和location 不是為什麼 深圳、福田區、小區 二十多三十年樓來 都已經那麼殘烈 你還可以賣得那麼貴 比起你龍江區、平山區 那些美得不得了的小區 人家都是賣得比你便宜 那些樓樓、小小間 都是賣得那麼貴 人家就是因為location的問題 但是在一個這麼漂亮的location 還要有這麼漂亮的景色 去做這個配套 其實是一個很加分的項目 慣他留裝修 不想南美或者貨不對版 當然是找V家裝修王 尖沙咀中環兩間分店 有齊所有的裝修材料版 摸過、選過才在香港樓單 內地施工 而且還可以安慰攝像頭 天天看著你的樓 那你就更加安心、放心了 現在做了特格套測 現在就打買預約了 全屋傢俬裝修交給V家 提供一站式的裝修服務 連係方式522、5122 或者是掃回這個二維碼 不知道會不會錄到雀鳥聲 雀鳥在叫 非常之舒服 其實這個公園 就沒有長利湖沙灘公園那麼多人 其實這邊都可以說 是這個水岸自己享用的一個濕地公園 那怎樣出這個濕地公園呢 我們走一走過去 這裡有個大門 我們轉一轉彎 帶大家去油花園 買樓就是買地位很重要 有時候景這些東西 是感上天花的東西 那當然你在一個漂亮的地位 再有這些景 其實你的樓的保值升值 都是非常之好 其實它前一陣子 有做一些很便宜的五千多元的特價 其實就在五六棟那邊 但是五六棟那邊 就是看一些馬路景 看回旁邊那間小學的 對啦 講完這些配套又有小學在旁邊 其實這東西都是很重要的配套 讀書也是為 讀書、學校這些配套 都是為樓桶加分的東西 那這裡之後會 起個門的 隔開十三、十四、十五度 因為這三棟是柳桶 亦比較多香港的業主 所以這邊就做一個門 去隔一隔做一些資格的東西 令到它私隱性更加好一點 寫了兩個字樽圓在這裡 還沒完全整好 你看看那些樓桶真的做得多漂亮 等一下 試鏡師拍一拍這邊 整個小區陸法 你進到來周圍都是綠油油一片 小區環境非常之好 好了 這裡是十三棟 樓下 這裡就是一個大門 因為外面那條路 還沒完全整好 它有一條小路 讓業主可以開車進去地下停車場 所以外面的內部路還沒整好 所以現在暫時這個門口還沒開放 好 還有一套還沒賣 在十三棟樓下這裡 我忘了是03還是04 還有一間二樓還沒賣 所以這個買二樓 它的唯一缺點就是採光差一點 這個無可否認 但是你說安不安靜 會不會有很多人看到你 這邊就不會 因為那邊就看了濕地公園 好 其實每棟樓下都有很多吉位 大家業主有空 可以跟管理處說一下 可不可以增設一些 譬如說圖書角 之類那些可以給業主多一些 其他多一些生活豐富 其實你們可以向管理處談 總之要求不是那些過份要求 現在的管理處基本上都會滿足的 哇 這個小區我都很喜歡 越走越喜歡 因為它中間的別墅不是佔很大面積 小區的住戶住起來可以享受到的公共空間比較多 那些人都來過來看樓了 好了 那這邊 永池 還有一些棕櫚樹 這個就是十棟樓下 九棟十棟 在這邊 十棟 十一棟 其實我最主要是開始賣了一棟的貨尾 即是九棟十棟 這些都是我開始賣的動數 十一棟 整個小區暫時都不算很多人 入住率不太高 因為它是無坯的 不過說了這麼多好處之後 都要客觀點說一些不是這樣的地方 始終無坯房頭一年應該都會吵 因為人們入住在這裡搞裝修 唯一不好的地方 但如果我們香港的觀眾 不是說很急著過來住的話 其實等一下也無所謂 好 這裡就是八棟的樓下 多英俊 整個小區真的很大 很安靜 這邊聽到一些裝修聲 好 三四棟中間就是管理柱 這邊 E雲水岸花園物業服務中心 進去 總之層樓的任何問題 或者管理上任何問題 跟我們反應就可以了 就是這裡 另外 看著 另外管理費方面 你可以去交現金就可以了 其實也不用下來的 就是一部手機微信 搞定了 另外我也會拍一些生活影片 即是我這些責任 經常都是網購的 找人 教大家 如何在淘寶裡面 買到又便宜又漂亮的東西 淘寶的小技巧 我也會拍一條影片教大家 因為來到這裡 網購真的很方便 因為這些人力成本比較低 所以送外賣 送快遞 這些行業 服務行業 就很發達 享受一下這些紅利 教你如何去淘寶裡面 找同一件物品 可以買到最便宜的價 讓我這些責任 傳授這些內功心法給你們 好 今期這個遊花園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期再去遊遊其他花園 好像我都賣了很多寶利時光印象 寶能城 華僑城 因為華僑城真的賣了很多 不過有些是未完工的 我就當不妨去看 帶大家去遊多些花園 遊多些花園 最主要我都是賣這四個盤 時代 寶利 華僑城 還有這個招商 是我的主打盤 其他盤我都賣得很少 如果大家各別有需要 都記得去思想我 好 今期節目差不多了 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